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五官密码课程的系统课程 今天是老师给大家带领讲解的第13节内容 在讲解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算计课内容 耳朵的一种形状 什么是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口语你还记得吗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想要沿袭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必须得把阴阳五行知识 熟能生巧滚瓜烂熟 随便讲个五行 比如说火火和木的关系 木生火火和土的关系 火生土火和金的关系 火克金火和水的关系水克火 非常提炼出一个来 能迅速把其他四行的关系都能说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们讲体型 木兽金方水煮肥 土型背后谎如归 上肩下阔名为火 五行人样仔细推 木就是兽人 兽人一般就是木行人 我们中国亚洲人呢 百分之八十人木行人 金行人那些当兵的 冷骨分明的是金行人 金方带冷带脚 肖脑明珠 金行人 水煮肥 像那个曹德望就水行人 肥的 背后 晃如归 就是整个后背很厚重 像个龟壳 背个龟壳一样 这是土型人 头肩足阔名为火 就是上面肩额头窄 额头窄 上是肩的 我们叫油字面 油字面 是火行人 那 这几个点必须得掌握 以及我们讲了 上次讲了一个这个 方耳 金耳 也讲了这个锤尖耳 对吧 这几种 副态的耳相 耳色 耳朵形状 一个不同 年龄阶段的耳色 代表什么 这些呢 反复要记忆 那今天呢 我们开启我们 第十三节的内容 老师把病 把通过耳朵来看病 这个板块 给你展开了讲 你拿这个东西呢 碰到了 你就翻出来看 你翻出来看 首先我们长讲 一本古籍 叫林书本藏篇 记载了 有关耳和藏腑的关联 所以高耳者胜高 耳厚 县者胜下 耳尖者胜尖 耳薄者 不尖者易脆 由此可知 耳朵和胜 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此外呢 我们又可以通过 耳形的形态 色泽 压耳穴位痛点的方法 来判别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而且根据现代的医学所得 我们认为耳的 人的耳朵 如缩小了 我们人的这个身体一样 因为人的整个耳朵 布满了各种血丝 微息泻管 这些神经组织 人类的五脏六腑和器官组织的部位 在耳朵上 它都有相应的特定位置 即中医所谓的穴位 当身体的某些部分发生病变的时候 耳朵上特定的位置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变化 来探知病变的部位 以及病源 这就是很神奇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图 看到没有 耳朵有这种小结 看到没有 耳朵有小结 耳阔还有横门 就胆子小这种 这种耳朵的轮或者阔上面 有这种起结隆起 点状般的凹陷啊 过分的反阔或者耳头低垂 遭这个这种纵横交错的这种线条形状啊 则表示身体上容易患有以下疾病 第一心脏病 第二肺结核 第三胆识 肺重病 肿瘤 若耳朵皮肤呈现的皱纹及灰色 且偏远清楚看见的话 也可能会有肝硬化 这几个点你要尤为的注意 家里的老人和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说时时刻要关自己的耳朵来看这个东西 好吧 我们再看 耳轮有粗糟不平的凹凸状结构 小心颈椎腰椎骨质增生的病变 这些要尤为注意了 骨质增生 你看这个耳朵耳心怎么样 让大家看看 如果在生活当中啊 你碰到这样的耳形 直断 来几条断语 来先给他三条 第一小时候条件不错 不好 第二父母在生意的时候 他们感情不好 父母心性要需要调整 喜欢打架 脾气不好 第三肾不好 肾不好看到没有 上面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有这个尤其的这个包 也有这么黑色的结 而且这种人性格什么呢 八卦 一到十四岁比较苦 这都是段语啊 你们像老师一样看到这样的耳形迅速给这些段语成功了 耳相就毕业了 耳轮 外轮也不好看到没有 而且哪一岁有问题能看出来 这是哪一岁啊 这是左耳吧 左耳一致期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四五岁吧 四五岁这个地方就容易有大的身体在那 所以耳轮有萎缩现象者虚防身体不俗 尤其是老年 到了四十五岁之后 你的耳朵会萎缩了 这都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再看 如果耳朵皮肤表面呈现血管充盈的现象 那没有很多血管的这边啊 冠心病 心肌梗塞 这什么 弗兰克文 耳哲文 耳哲文就90%是心脑血管有病的 耳哲文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需要尽快的去做身体检查 我前两天看到那个陈坤一个明星 他那么年轻 他在这也有耳哲文 而且他七色发黑 这有耳哲文 很有可能就是 心脏方面的有很多的隐患 陈坤 再看这种 如果耳朵相应的部位出现或红或白这种斑点皮肤点状 其有水泡的这种丘枕呢 这都是急性或者慢性气管炎 或者急性或者慢性肠炎 或者急性或者慢性肾炎 或者急性或者慢性蓝尾炎 膀胖炎等导致的 发现这个之后呢 这四个部位赶紧去查 看看自己 如果你懂得八字 配合上八字呢 也能看得出来 如果是 来细讲一下 气管炎 秋天出生的人可能性大 肠炎 这个一般 夏天 夏天出生的 夏天 肠肠 肾炎 冬天 蓝尾炎 是这个农历的七八月份吧 就土月 肠炎方面 膀胱方面的 所以根据他的出生时间 你也可以进行给他对应 指五行的一个对应 为什么 因为 肤膝道煮肺 肠子煮火 冰火 冰小肠 肾煮 水 冬天 肠胃方面 煮土 尘虚仇胃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糖尿病或者肾病 耳垂的颜色 出现了棕褐色 同时你看这有福岩可文 这都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这里 可能是肾病 或者是糖尿病的征兆 这个要看 再看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的高度 他没有超过眼睛 耳朵比眼睛低 首先从预示上来讲 这个人就苦 不聪明 一根筋 困难多 以及他的学历 各方面条件都偏差 困难阻碍都不断 健康方面直断 坐骨神经的因机 坐骨神经 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好像也提到过 肾低 耳低则肾低 肾低就于移向你的坐骨神经 再看色则 耳轮成 黑色 肾亏 这个我们之前反复 反复谈肾 耳肾耳肾说谈 耳背上 脉络 这叫耳根发凉 蕁麻疹 耳顿红种现象 可能是中耳炎等等 也可能是肝胆 湿热火都 引起的 耳朵经常赤红 高血啊 高血糖 高血脂 三高 耳朵脱皮屑 不易擦掉脚 皮肤壁 这跟我们今天都谈到过 肾水枯竭 耳朵呈雅色 甚至引起神经摔入的现象的话 不仅耳朵发黑 其鹅还会昏暗 面色无光 都是疾病 主要是针对于老年人 你自己多看 耳色 如果逐渐转为青黑 浅白枯干 而听觉出现问题 也是肾脏啊 也是肾脏 呼吸系统过于衰落 早晨脑出血时 耳朵会出现蒙黑色 并伴有皮肤焦躁 和额头忽暗的现象 耳朵呈鲜白色 它不是那种白 通常是风寒邪寒所致 耳朵色轻且黑 痛症引起 痛楚消失之后 便会恢复到正常的颜色 至于耳垂成灰色 可能是你的这个防湿太多了 导致的啊 耳旁密门有指纹 显示心脏肌能的一种衰弱 听觉有障碍 耳垂成紫色或潮红 主要是受寒引起 若是肿胀耳垂 可能会有恶化的溃疡 及这些身家皮 都是体内糖分过高所致 重病的人 若病情有起色 除了眼睛清澈之外呢 亦可从耳色得知 病人的耳朵 是红润光洁的 相信就会转胃为二 这个老师之前课也提到过啊 给大家简单看一看 耳厚时而长 多为长寿之下 若加上耳孔有长毛 伸出来精神佳者 更属于高寿 耳形细小而保者 主其人的意志力不坚定 且缺乏自信 容易受人左右 并为短寿之下 耳朵过于长大 但口型却小 谁克火 五十岁有凶险 耳朵位置过低 必前倾 耳轮外翻且上尖者 其实德行低劣 且为短寿下 耳朵轮廓不分 犹如诸耳者 不仅难得善终 易主受粗 这老师专门这个 之前刚刚开始讲的时候呢 把这几点都谈到过啊 耳阔过于狭小 不能容一手指者 显其人小气 及智力低 并为短寿之下 耳朵 上面有这个斑点舍 则代表幼年曾患重病 耳轮艰小 耳垂无垂者 耳垂无诛者 这种人个性顽劣 性情残暴 若配上不好的五官 更容易坠为法网横死 耳朵轮廓分明的人 天轮无缺 不外翻 加上眉毛长 找出毫毛 人中也伸长 下巴也厚 必想高寿 高寿之人 耳孔内生出漆黑 又亮泽的智者 也为长寿之相 耳垂有恶智者 虽有多才华 但虚防水难 命门有恶智 虚防火恶 耳背有恶智 虚防客死他乡 耳后见亲近者 虚防自杀心相 判断一个人大献是否来临 也可以通过耳孝来看出来 如果双耳的印堂和命闻 都呈现幽黑的气色 恐怕性命不保已 所以说中医所得 我们五官当中的耳朵 与我们的健康 有着莫大的关系 面向上的其他五官 与我们的五脏六腑 也有着密切关联 体内每个器官在脸上 都有一个相应的部位 可以对应上相互连数 只是我们一般人 没有留意或不懂观察 例如儿主肾 眉主心 眼主肝 鼻主肺 口主脾 比如说你经常 嘴巴周边起斗 脾味运化不好 所以事实上 面向学并非一门 只能预知过去 或未来的迷信学说 而是累积前人的经验 在综合了医学 历史 这个科学 统计学 而成的专门学问 非一般的先天术 预测 春衣诸内的这种 而行于诸外的这种原理 去判断 近似于中医的望闻问切 这种致病概念 在运用上 在这个研究疾病 多注重流年级面色变化 所以一个人的面色和流年 特别能关注我们的气色和寿命长短和健康体货 老师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八段领课程 八段领课程 那么多问题 刚刚讲了 你看刚刚也出了很多问题 老师八段领课程也讲到 这个双手托天理三交 三交不通 你的面向都预阻 就成黑色 你的耳相也不好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肾不足 肾耳朵有问题 耳朵 耳色一直有问题 耳朵肾嘛 就一定要好好练那一招 练哪一招呢 双手攀足固伸腰 补肾气的 甚至你去外面 这个按摩的时候 或者去中医的时候呢 让中医给你专门扎一扎肾书这个学位 点一下肾书学 也是可以补肾气的 早上起来 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面北 面南背北的朝着太阳 也可以补肾气 肾气一强 那你的这个体能就强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医讲的 也是五行深刻 我们之前讲过 早上起来呢 是春季春天的力量 主肝胆 所以主生发之力 所以不能不能赖床 如果你赖床 早上不起 那你一定很困很乏很疲惫 你就没有那颗生发的力量 生发的力量起不来 人的阳气不起 阳气不起来 那就到了 到火的时候是 上午这个中午的时候 火是什么 我是开放积极爆发 绚丽的 你知道吧 你就没有能量爆发出来了 没有阳不生 所以火去生不了 木生不了火 火去生不了土 土是主蕴藏 主收敛的 主蕴化的 那你就午修 就修不好 一直受到午教了 那土能生金 金是什么呢 金是主 反思 然后这个迭旦 更新的 所以下午总结 做总结用的 下午 晚上东是主藏的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 继续收拾 所以你看没有 看似简单的一个 一天生活 就从一个早上 不起床开始 九点之前 你要没起的话 你的阳气 生化不出来 一个人阳气不足 阴气占据身体 长时间下去 五脏阴阳 二气颠倒啊 那你就是肾亏 肾气不足 做事乏力 运气不好 都会体现 所以体能非常重要 你常常感觉到 自己没讲几句话 就很累 这都是 作息时常 不规律 你的阴阳五行之气 在体内 没有一个 联好运转 而导致的 所以老师的课 也给到大家了 到时候 你务必早上起来 把我的八段颈课程 好好练 有教你调脾胃的 有教你不胜气的 有教你输干气的 也有教你去调心的 心脏的 这套课程 我们少林寺的 这些老师傅们 一练 坚持到老年 活到九十九 牙齿都不掉 这都是非常 特别棒的一些 养生的东西 你没有养生 一个健康体魄 一明二云三 风水四季应得五读书 六明七将八戒神 九教贵师养生 你养不了生 你就教不了贵人 对吧 这个东西非常直观的 是吧 好的 那我们这个 下节课内容呢 是专门讲耳之别称和 各类耳朵的特征的 老师的下一节内容呢 比较多 比较多 这节课呢 你反复要去体练 以及会把每个耳朵 特征会讲 讲解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程 再见